我是赵邵康 欢迎你回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民进党动作很快 昨天一个广告 中间花个鱼翅 记得吗 今天也出来一个广告 就是马市府半天内 九个章 核准卖掉台北市银行 然后这边最后如你马英九 国民党也有一个广告 这现在是广告大战 就是说 都广告自态小对老人不利 请国人同胞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检验我 文献看不清楚内容 我念给你听吗 老人我真的看不清楚 我今天看报纸也看不清楚 国民党自己真的是 他不知道给谁看的 不是这个广告厉害的地方 我就不小心还以为是 民进党的广告 因为他用绿色 请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检验 我以为是民进党的字 颜色 他一直是蔡英文讲的话 曾经讲过的 那句话是他曾经讲过的 用个绿色的字 就表示他讲过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讲清楚 其实我不念 不念内容 就是这个意思 你也看不清楚 我看见到 我看见到 证明我看得见 请问蔡英文主席 严格的检验 为什么要等到未来 而不是现在 为什么你的过去 更不让人民检验 我们才提出一些质疑 你就大喊是人格抹黑 政治追杀 你一再闪躲问题 回避问题 模糊焦点 而民众想知道答案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为什么 为什么六天火速 核准六亿 为什么又核准宇昌 又接任宇昌公司董事长 因为违反选者们条款 你没有利益回避 然后你为什么 在家中听取 国家基金官员的简报 发展生气财业的目标 再怎么伟大 自己也不应该 参与投资获利 在短期内 为自己的家族 赚到1980万 林国廷没有 孙允选没有 赵晓东也没有 为什么就只有你 从中获利 为何我们只看到 你严格检验 人民的质疑 却没有看到 你有一丝被检验的诚意 这是国民党广告 反正就是 民进党广告 跟国民党广告 民党广告其实很简单 就是问你 为什么马英九半天核准 那国民党广告 就针对于昌岸的质疑 问他 你提到这个自小 为什么我告诉你 所有这个美工设计 都是年轻20岁左右 所以他们 不管那个 30岁40岁以上的人 你知道餐厅 看那个餐厅 也是他们设计的 所以看了半天 要拿一个光在旁边照 反正就是所有的设计 我们要求马拜 要照顾我们这些老年人 好吧 你去跟他讲 好 那么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今天有两个广告出来 那另外呢 富邦刚刚提到 富邦金 因为因为民进党的广告 说为什么这样 那昨天民进党广告 也说是小病大 这边也是嘛 卖掉6635亿的台北银行 那所以呢 富邦今天有三点声明 有三点声明出来 那驳斥 富邦也 就基本上 我想富邦本来也不想 去扯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已经被 扯进来怎么办呢 因为他有他的股东 他有他的员工 那富邦三点声明主要是第一个 说他是公开招标 过程公开透明 当时呢 是有五家公司 昨天我们提到 五家其实都蛮大的 包括国泰金 援金 开发金 开发金 五家都蛮大的 那另外呢 民进党刚刚讲一点 我听不懂 民进党说是削价竞标 竞标只有抬高价 怎么会削价竞 这我没听过 就照理讲就是大家比价 谁出的高价谁满 富邦最高 36块美国了 当时台北银行的收盘 那天是27块7 他是溢价30% 那另外呢就是 为什么那么快 他有说明了 他的声明稿是说 2002年5月高盛 高盛是台北深夜行顾问 请他来投标 2002年7月高盛提出 叫他提出投标的这个条件 然后7月19最后建议 你最后 搞不好吧 最后你们要出什么讲 然后8月7号半个月以后呢 富邦被告诉 注意这个事情 8月7号 2002年8月7号 富邦被告知说 你得标了 你最高你可以了 所以8号 北银及富邦银 分别召开董事会 通过和平案 然后呢 完成法定手续 那我也问 就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看 我也问说 为什么要一天 那他们有人说 说因为 双方开董事会 所以彼此董事 也可能去泄密 内线 他怕内线 所以必须要再很快 怕内线交易 怕内线交易 就是说我当然知道 股票可能会涨 所以他必须要一天之内 把这个案子结束 因为也开了董事会 等等一大堆 就是有一个董事 比如说某个董事 他可能知道消息 跑去跟他太太讲 快买快买快买 或是朋友 他们说他们因为怕这个 所以很快 而且他这个程序 已经走了半年 大概半年多 这第一个了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民进党说 台北市银行的市值 是比富邦高的 那富邦说不是 富邦这样说 他说富邦当时的净值是1012亿元 市值是1830亿元 台北银行的净值156亿元 市值是598亿元 所以富邦是说 他是金控 他不是跟富邦银行比 富邦金控的这个净值跟市值 都远大于台北市银行 那么另外呢 他说呢 合并之前台北市银行持有台北市政府 持有台北银行的股权的市值是261亿 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台北银行的45%的股份 台北市银行不是全部是市政府 市政府只有45%的股份 所以市政府持的股份是261亿了市值了 那他说呢 现在现在多少钱了在今年8月1号的时候 这个他的台北市政府持股票值593亿 那就算是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因为金融股下跌 也有409亿 换句话他的意思是说 你卖给我的时候 你的值是260亿 你在今年8月1号值593亿 现在也值409亿 而且呢 这几年我配你的现金股利 合计129亿7千万元 那他的意思是说 富邦当时解释了 说民进党的质疑好像不是那样 那宇远要不要说明一下 我看他那几个质疑 他有三个声明 对 他的声明里面 他还是强调说 卖的对卖的好 我做一个议员 我最受不了的是马总统讲的那句说 这次的移转是典范 为什么 我们只要看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历年获得富邦的获利情况 他当然说他有配股 他要怎么样 什么都有 可是我们市议员我们问就是说 那你多少钱进市库 你告诉我 你说卖的这么好是典范 那你市库就要赚很多 如果今天富邦拿出来的账是很好 今天根本不需要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富邦这几年来 从他93年病了之后 他给台北市政府 现金股利18亿 第二年19亿 还不错 第三年13亿 第四年就11亿 第五年97年17亿 最让我们抓狂是98年 那进入海啸了 零元 我老实说就算进入海啸 做账其实也不会做到零元 我们心里都知道 业界听到零元的时候 大家吓一跳 第二年他补一点 他还只补23亿 所以他总共这8年 他只回补了115亿 我想这一次大家会再重新关系 富邦是因为这个新的数字 这今年10月 这个是今年9月的时候 富邦给我们议会的报告 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党的议员满意 因为我觉得富邦也不是体质 你不是说很棒 不是我们把那么漂亮的北京 嫁给你了 你就不要再说当时没有资产重估 等等细节 但以我来看 其实今天讲的这些都是当年总统的细节 我要讲的还是说 富邦这个事情牵扯到今天 为什么把报纸还这么版面 他其实不只是 我们其实民建党里面操作 没有像审委员说的 哇这个大家精心布置啊 接下来就围攻啊 谁解冤在哪里开 谁在哪里开 真的没有这样 因为富邦案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是资料的 那所以你只要一提到 因为马总统回应了 他回应了说他吃鱼翅只有两次 我那个时候走在路上 吃饭跟富邦两次 但是我后来去查一下 另外一次是西餐了 好我现在就跟你说 鱼翅西吃 对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当时 他自己的新闻稿里面提过有三次五次 因为当年新闻处料理他们的版本不同 所以我一看到就这样不对啊 我记得资料里面有说过是新生果角的一次聚餐 总统漏了那一次 就是你一提到这些鱼翅西业几次的时候 还是什么时候 他出现了这些致命的问题 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说 富邦案到了现在 台北市议会仍然全部反对 卖掉台北银行 跨党派 台北市议会也是完全拒绝同意这件事 所以是后来用合并不用卖掉 所以这一个富邦案 不管五年十年之后 永远都还可以拿出来 除非真相大 我先说真相 富邦案一开始就不是卖股票 富邦案一开始就是合并换股案 从来没有卖股票的 没有 他有先送议会 没有没有 他有先送议会 议会反对 议会反对 一开始找高盛来评估就是换股 不是把它卖掉 第二个民进党那个广告 讲了什么五千多亿 那个是客户的存款 不是你市政府的财产 也不是你台北银行的财产 先弄清楚 你怎么可以把我们大家 放在台北银行里面的存款 当做你台北市政府的财产 那你这个太扯了吧 其实是负债 对啊 他是故意把它 糊弄起来第二个 第三个我听到说 这几年总共收了一百多亿 坦白讲我觉得实在是不错 为什么相比之下同一个时间 我们台湾银行都没有这么好的迹象 我们台湾自己都没有 每股获得利益都没这么高 没有那我稍微补充一句话 就是那个黄大洲时代 每年的获利是15亿 就回来的一样的金额 那个是台湾银行还没有开放的时候的黄金时代 当开放竞争了以后 每一家银行的毛利率都一直往下滑 因为我们忽略了北银的体质真的很特别 就是重点是因为金额实在太低了 北银时代是15亿14亿16亿 总共加起来7年是18亿 北银如果是在目前的开放银行之后的竞争 也没有这种效果 没有一家公共加银行有这么好的效果 包括北银也不例外 不是说北银不努力是环境改变的嘛 已经没有那个条件 那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你当时质疑说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土地啊什么 土地啊股票是会主动反映你的房地产价格的 你当时是20几块就表示你的房地产 反映上映只是20几块而已 因为当时挂牌买卖嘛 已经买卖一段时间了嘛 那你用30几块来跟你买 就表示说有很高的溢价空间了 所以对台北市政府来讲 这公开招标的程序啊 程序合法 而且价格划算 而且是有经过公正的程序 所以这点不必是特别的质疑说 房地产也没有估价 因为买股票的人 你这家公司 比较像南港轮胎 你房地产没有重雇 没有什么关系 我看你房地产那么高价 股票价格自动反映上来的嘛 投资者比你们还聪明 而且当时台北银行事实上 已经不是50%以上的 台北市政府所拥有 早已经事故在股票市场买卖了 股票市场买卖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我想说台北市政府 如果还要维持公盈的形态 事实上是不太可能 当然从市议员角度 我能够体谅 最好还是能够牢牢控制 就像我们立法委员很担心 台湾银行被卖掉啊 我承认我自己是保守派的 我很反对台湾银行民营化 那是因为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可是不是每一家公盈银行 都扮演台湾银行的角色啊 所以我特别跟大家说明 我觉得简单来讲一下 今天我也问了别人 我不要特别指哪一家银行 台湾有一家公立银行 卖给某一家特定的金控 也是一天之内 变政府时代 一天之内盖帐盖完 那今天他们特别打电话 告诉我说我们也是这样 理由是什么 就是怕内线交易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新竹弃银 当时扎了银行要买 这个时间只多拖了一点点 多半天 多拖了一点点 就结果呢财务长就四处去赶人说 有些是直接讲的 像讲官就跑掉了 那像有些人呢 是他明明赚了一两亿 但是他无罪 为什么 因为他是间接听到的 所以这种东西 他只要时间拖两三天 然后呢我跟刘亦宏吃个饭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跟他讲一下 那我本身呢 只要没有在这里头担任 直接的角色的话 我无罪 他赚一亿也没有罪 他赚两亿也没有罪 所以过去银行并购 米朗这个广告是表示呢 第一个 他骗无知的民众 因为米朗搞过很多次 二次金盖 当时的并购都是一天盖章 这是我要讲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刚刚请赵先生给我看 因为呢 他们一直说你这个也是极机密 我就觉得不可能 果然就是如此 这个我从花博时代 就一直警告米朗 不要做不实的广告 你最后会害苏仁常用选 那你给我们观众看一下 好 什么地方是极机密呢 是台北银行 给台北市政府的公文 上面是极机密 是台北银行 我们现在是什么 是何美越 给蔡英文的公文是极机密 是政府跟政府里头 列为极机密 这是台北银行 他因为要怕内线交易 他赶快极机密给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那时候已经上市公司 那台北市政府 重点不在这里 就是他不是政府机构 然后呢 你这个里头 在政府机构里头 列为极机密都是军火案 外交案这种类型的 可是在我们宇昌案的时候 是把它当军火案 国际外交案来列为极机密 那这里有一个极机密案 是台北银行发函 他列在台北银行里头的极机密 根本不是政府的极机密的意涵 所以我要先讲清楚 就是说当时庄瑞雄 在打花博的空心菜市 我就会说苏贞昌是个人才 可是你们民进党 用这种完全造假的方式 打文宣的结果 会让一个可以好的行政首长 一定会注定落选 那这次又一样 我就怀疑说 怎么可能这种案件叫做极机密 果然根本就是张冠礼贷 是台北银行给台北市政府 台北银行只是一个 根本不是公立机构 他公家所拥有的只有45%的股份 他所发的极机密公文 跟政府公文里头的极机密 跟机密根本就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我觉得神道老角的对 不能回答的问题 不敢回答的问题 不愿回答的问题 再转移焦点 而且移花接木 那我再请民党自己回去查 贬政府时代 哪一个金控的合并 不是一天完成的 那如果不是一天完成的 那就表示你在纵容内线交易 反而是问题 所以他在骗台北 台湾很多不了解问题的老百姓 然后补充一下 台北市银行是一个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划分机密等级的规定 跟政府机关划分机密等级的规定 是两套而且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其实今天富邦的声明 有三点 我们昨天跟友台都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我现在想要知道的 就是说民进党 或者是这个菜办 或者民进党团 有没有料到富邦会回应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现在还是要把富邦案 跟宇昌案平行来看 因为毕竟富邦案 是民进党捍卫宇昌案的 反攻的工具之一 那你看这里头 都有一个第三者 或者是关系人 或者是当事人 他们可能是无辜的 他们可能是善意的 他们可能是恶意的 但是他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讲一个 这个富邦案 是富邦银行 富邦金控是关系的 但是他不得不回应 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他有广大的 他有广大的持股者 外资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是失算的 因为民进党用这个再攻 老案再攻的话 富邦一定会竭尽全力 澄清自己的清白 而且他竟然讲 他甚至讲 你在讲我这个 我告你 那如果富邦案告民进党 我觉得民进党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反过来讲 看宇昌案 宇昌案有没有第三者 有没有第三者关系的 他们是善意的 恶意的 还是无辜的 这里头的第三者 我向你报告 翁启会跟陈良博 在已经部分或是全部表白了 陈良博的讲法 跟翁启会的讲法 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表 还有两个人 杨玉民跟何大一 他们到现在不表示立场 不讲话 不吭声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上市公司 他们是个人 而且他们是美国公民 而且他们人在国外 所以可以免共就免共 可以兴死就兴死 民进党团今天不聪明在 你扯把富邦金控扯进来了 富邦金控发表这个声明 我觉得下面的火力就无形中减弱了 而且刚才我觉得宇院可能不了解 2008年金融海啸的严重性 我提醒一下 2008年的富邦的股票多少钱 国泰金控是最高 当时我就打电话叫赵上说 赶快买国泰金控 他说不是金融海啸严重吗 我说笨蛋 国泰怎么可能跌到只有二十几块钱 当时富邦跌到只有十亿块钱 这样 那中信金只有跌到七块钱 八块钱的水脚股 那那时候我就叫赵先生说 你马上买 这是你发钱的时机 你记不记得 叫你买国泰金控 发财是我都忘了 我也没买 反正我就 因为我一告诉他 他就说那金融海啸不是很严重 他每次叫我动作 我都该动作 后来证明他都是对的 他叫我买黄金 叫我买股票 叫我买这个买了 我都没到 之后就被他骂这样 你发了吧 你先来 我叫他买国泰金控 我说这家公司 怎么可能跌到只有二十几块钱 这样 所以余燕可能 基本上是一个好的台北市议员 也是一个很好的记者 可是对于金融问题 不了解当时银行 其实都激进快要 接近破产的状况 他们都持有很高的雷曼兄弟 持有很多的联动债券 那所以银行的股票 像国泰还比较稳 他因为不动产 连富邦或于是中信金控 他都有其实cash flow的问题 所以你说那一年 他没有配息给你 我觉得这个在银行界里头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好吧 就是说我觉得 现在比几个东西了 我同意刚刚省委员是说 宇昌安跟富邦 摆在一起谈 因为这两个是 民进党用来平衡宇昌安 所以打富邦 除了这外 你还应该把二次金改 放下来一起看 既然谈是银行 就谈二次金改 我们光看二次金改 光二次金改收费 就超过六亿 就超过六亿 国泰金你刚提的送了四亿 好那我们这样看 就是同样的富邦 富邦 富邦在2000年的时候 给存在比1500万 个人没开收据 当然现在有人说 那个时候没有政治宣禁法 所以不要开收据 谁讲 我比他还早时候选选选举 不管选议员选立委选市长 我们也开收据 那个时候中央选委会有收据 只是没有政经宣禁法来规范 还是有收据 还是有收据 我们那个 因为小业就很多 所以那个收据不够 还自己再去加益 我气也怕国民党查税 这是一个嘛 第二个呢 到了2004年的时候 陈志弗远连任对不对 富邦送他更多送2000万 也是个人也没收据 那2004年 连送选那个时候 他们捐给国民党 不是连送 捐到国民党 那后来查出来 黄金兵说1000万 国民党也开了收据 有开啊 那2008年马云九选 富邦说要送马云九 马云九说我不收嘛 所以这个就是有 当然那个时候蔡英文没选 是陈水扁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做平行比较嘛 那另外就是说二字金改 马云九在现在富邦要捐钱 他不收啊 但是陈水扁这个收就超过6亿啊 有这么多的钱啊 所以呢 你把那三个念完嘛 我需要知道 就是一个四亿嘛 国泰嘛 富华嘛 中信嘛 四亿 两亿 两亿 一千万 红火内线交易 大概是五千万我印象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整个差不多 反正基本上就是说 蔡英文家族 我们讲宇昌如果跟这个富邦来比 那蔡英文家族从里面赚了一千九百多 顾家是帮他洗钱啊 那蔡英文从 你不要打断我 蔡英文家族从宇昌赚了一千九百万 但是富邦给马云九的政治钱钱他没收嘛 这就差很远啊 然后这边又讲到陈水扁赚了6亿 那边同样是二十金改 或是同样是金融合并 马云九也没赚钱 所以那我不懂就是说 民进党这样打马云九 那打到之后他能够占到便宜吗 文杰 你总是打个事情 总是希望我把你打倒凸显我很伟大 那打了半天以后 只是凸显马云九还不错 蔡英文就说 因为站在你面前的 是2012年的蔡英文 不是收6亿的陈水扁 蔡英文呢 顶多是跟国发基金 要了10亿而已 但是后面这个话他不会讲了 我觉得真的是我必须要说一句话了 就是说 第一个陈水扁的事情 民进党自己没有反省 也逃避反省 也不敢反省 所以呢 他失智了 他忘记了 所以他打富邦案是很蠢的事情 赵先生我提醒你 马云九是第二次竞选连任的时刻 就已经市长了 他选市长那一次 他就退掉了富邦的捐款 更不要讲他选总统的时刻 所以因为他当时这个富邦的余事业 是打得非常凶的这样 而他是到他的招待所里头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蠢的事情 就是说你要打马云九呢 你打别的案子 你去打这种富邦 并台北银行最后的结果 就是提醒大家陈水扁 在其他的案件里头拿了多少钱 这很笨 我觉得不需要提醒陈水扁 我补一句了 今天民进党打富邦案 不舍望成功 不舍望 他的目的是在怎么样 你说我六天火急 你说我急机密 你机密 你说我操作不好 你的操作好不了到哪里 他就是一路淡化 一路拖延 目的就达到了 他哪里有希望富邦案 把马云九搞完全完蛋 我觉得达不到 不是这个目的 他就是平行抵消 平行互相 其实选民不会想那么多 我只问一个关键 蔡英文家族从宇昌 赚了一千九百万 马云九在富邦案 人家送钱他不要 你不要讲别的 这两个就最清楚的对比 老百姓最少有钱 六人拿钱 你要不要拿钱 你要不要赚钱 老百姓在操作 跟钱有关 我觉得大家书军 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了 今天因为我对不起 这个马蚁男 马大姐 我不好意思用你的名字 因为民党最爱骂马蚁男 因为他也算是 他们马家里头大概 可能在从事这个 外面的生意行业里头 最有天分的人 对不对 如果今天这个生计公司 是马蚁男开的 是马蚁男说 我是天使基金 然后马蚁男把国发基金 叫到他家里头去 以马英九总统的姐姐的地位 把国发基金带来家里 按照刘宇宏的说法说 我跟你有交情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认识 我弟弟是总统 国发基金来滚刀 然后我跟你讲说 我家族 我马蚁男投资7千万 然后我要你国发基金 我命令你 给我 我就拜托你给我10亿好了 然后 我要预扣10年 10年运运费用13亿2千万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马蚁九还要不要选 我跟你讲 那个预扣13亿2千万 是很严重的事情 没有错 10年预扣13亿2千万 给自己的家族公司 我只是感觉了 这不是什么蓝绿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说 如果我对大多数 所谓的蓝军选民的认识 他们会逼马蚁九退选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马蚁九的家族 他们会跟马蚁九说 你给我滚 我们不要你这个候选人 不会有一整个党 完全不问是非的 当然有一群马伴的人 可能马蚁九的特别的朋友 我不排除 他们还是想帮马蚁九护航 说马蚁九的解决 跟马蚁九无关 可是我认为我所认识的蓝军的阵营 马蚁九会完全崩盘 那这就是我长期以前 在民进党里头 我很失望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这个政党 只要意识形态对了 意识形态对了 两岸的问题站稳的立场 所有的作奸犯科 贪赃妄法 或者是完全意味 他应该有的利益分寸 通通都不算数 为什么 这个国家呢 以前顾炎武讲过一句话 顾炎武说 什么叫做亡国 亡国就是指一个朝代 死掉了叫亡国 什么叫亡天下 就是指道德完全沦丧了 叫做亡天下 如果说今天 今天我觉得在宇昌案里头 我不要说蔡英文 你没有了道德沦丧 但是你出来把它讲清楚 那如果民主进不党的人 认为他的总统候选人 在这件事上 完全不需要讲清楚 而且这件事情 没什么关系 打从内心里这样看 而且认为陈水扁 在二次经盖里头 拿六亿是没有问题的 我必须说这就是亡天下 宇昌 没有 他如果做监犯科 有违法的事情就送饭 这个事情买来就是送饭 但打到现在为止 不是马总统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问题 刚刚各位前辈的问题 就四个字 因为马总统那天说 蔡英文 你不能回避瓜田里下 最重要就是瓜田里下 这四个字 那我曾经 我进议会之后 我就去调过 所有富邦的案子 包括像这个 就是蔡明忠的笔录 我不是最硬调的 我是我当时看到投书 发现他跟富邦有关 所以我就透过从而关系去了解 整本全都谈富邦案 结果我那个时候发现 马英九他在市议会质询的时候 就有议员炮生融融 的确问说 你怎么会去吃鱼吃眼 你虽然8月8号签完了 可是你 我谈说中间如何换骨的细节 及员工的交换等等 整整谈了一年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吃呢 好 当天马英九的质询是说 对我觉得我以后要避免瓜田里下 所以我以后也会严禁我的下属跟我 我们都不会去招待所 因为出现了瓜田里下这四个字 所以大家在现在讨论就是说 好那你现在是说这边 明天讲这边 蔡英文有瓜田里下 所以有座监犯歌你就都移送 那你这个刘亦如 你就出来开记者会把他都讲好 那如果抓到的是瓜田里下的话 那马先生 当时嘛 明讲的质疑就是说 那你的瓜田里下也在这里 我想最后是引出了这个副方案 那我所了解 党内其实对于 副方案并不是本来要打的主轴 因为真的 他们到了这两天 因为我这边有全部的数字 才有人来问我说 那个数字对不对等等的 其实以后余燕的讲法很明显 民进党的企图就是 以瓜田底下瓜田 以里下底下 那我现在补文青刚刚的讲法 他说蓝营的人 如果马云佐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他不要产选 那我向你报告 那绿营对现在 对这个宇昌安的看法是什么 他都告诉我 哎呦 那八点青五月 那又不行了 拿又不行了 你如果说到五四三 这个是两个标准的不一样 他们真的 只要你能够完成独立大业 完成建国大业 把政权兜回来 这不行的事情 不可以说就不可以说了 不是这样吗 我是绿营过来的人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跟你讲 我现在的朋友 我早上运动的朋友 都每一个人都这样告诉我 他说蓝营了 你是去那里讲什么的 那又不行你是在讲什么的 那又不行你是在讲什么的 这不是从现在才开始 不是从现在才开始了 李登辉后四年其实就是这样 他一直说强奸未遂 不算强奸 只要我扛着爱台湾的大旗 只要爱台湾 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做 来那个俊平 我觉得刚余燕那一段 恰巧就说明了 马英九跟蔡英文的态度 余思燕有 马英九正面回应 甚至还讲说 以后这种瓜天底下要避免 他是正面回应 那请问蔡英文 愿不愿正面回应 余昌岸 蔡英文可以很积极表示一些 未来我如果当选总统 在我当选总统之后 我推动了立法 我要避免我的家族 还参与投资 甚至获利 我家族的人来当董事长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 我以后不做 他可以积极来做 可他完全回避 丢出另外一个东西来 来 我觉得不能纯粹讲法律 今天如果是发生在 刚刚文倩讲非常好 发生在蓝军 就是天大的丑闻 发生在绿军 就是为了发展台湾的生计产业 是爱国的 我想这个东西标准差太 真的是差太多了 政治人物 纯粹除了以法律来检验之外 也要以你心中的奋计来检验 否则 按照目前的政治现金法 富邦这个时候 捐给马英九哪里违法 但是会不会民进党 会不会想尽办法 来挑战这一点 就是自己对自己 约束的那个奋计在哪里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清楚 如果你一个候选人 我让你接受检验的 纯粹法律两个字 我个人的操守 个人的奋计 跟个人的有所不为 你不拿出来讲 谢长廷说我退出政党 最后又付出政党 也没有任何法律问题 那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人失格了嘛 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要选总统 就让大家来检验 你的操守 跟你的作为行为模式 我同意 有时候我们人 一天到晚在走路 一定会经过瓜田 也会经过里夏 所以瓜田里夏是难免的 但是瓜田里夏 第二个要问什么 要问什么 问心无愧 你主观上是问心无愧 我愿意面对大家的质疑 我愿意把它说清楚 那如果说 好 还说不清楚了以后之外 问心无愧之外 还有疑虑 都要讲理所当 别人怎么看中 你程序有没有正当性嘛 如果你程序正当 而且你又没有 得到不当的利益 或者得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状况的话 那这个事情 就简单解决 现在蔡英文跟马英杰差别 马英杰的确有瓜田里夏 但是她经过 问心无愧阶段的考验 她还经过理所当然的质疑 那蔡英文是有瓜田里夏 可是问心无愧 这一关她目前还没过 然后理所当然这一关 更别提 像刚才我们质疑她 优先购买权为什么不见了 董事长当的奇怪怪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就回到我们陈老大 在问题上去 那即使如此打了混仗 蔡英文民调也没什么动 所以民调在僵持状况底下 表示什么 表示说我无所谓啊 对不对 反正人民还支持我这样子 不问心无愧 不理所当然 我照常民调也可以撑得住 那我干嘛去面对的问题 不过当然 同样的瓜田里夏 其实是有差异的 就马英九的瓜田里夏 就是跟他吃一顿饭嘛 蔡英文的瓜田里夏 那金额是大很多 同样的瓜田里夏 是小李子小瓜 很大李子很大瓜差别 需要再回来 是小黄瓜跟大李子